今天是2024年6月19日星期三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惠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说两个话题 第一个会借早前说过的罗冠聪母 被收了公屋的事 以小见大再去看一看 平日声大大的黄黑人士 对着家人怎样说不出声 所谓的内疚又怎样虚情假意 第二个话题我们会说一下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最近接受访问 他就说到俄乌战争的时候 就将矛头指向了中国 说出所谓中国支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甚至扬言如果中国继续这样做 说会考虑要中国赴上经济代价 这一番言论最荒谬的地方是什么 今天就会和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前日星期一 就和大家说过 罗冠聪母 林素兰 在东冲日东村的公屋单位被收回 当中曾经涉及欠租违反租药 房屋署在今年三月发出了签出通知书 并在六月完成相关程序收回单位 除了黄色手足的思维 并没有道理之外 相信大家最关心的都是 人在英国的罗冠聪 见到母亲再卷入事件之中 究竟他有什么反应呢 结果媒体得到的回复就是 Sorry, No response 即是对不起, 我没有回应 这句Sorry 或者不应该和媒体说 而是和自己妈妈、家人说 其实不止罗冠聪 不少黄黑人士早就已经辣手吹隔 好像47人非法初选案被告之一的黄之锋 早在2021年 已经有传 他的父母带上他的弟弟 一早就已经远走澳洲 当时黄之锋的父母黄伟明 就以不方便做理由拒绝回应 又好像国安通缉犯郭凤怡 自己的家人曾经在去年8月 被警方带走问话 郭凤怡只能够发文说了抱歉 仰儿100岁, 长休99 当这班人选择违法这条路的时候 父母有的只是忧心担心 和伤心 他们口中的正义 切切实实地建立在家人的痛苦身上 然后就不断和外界说什么 协议、愧疚 最封痴就是 永远他们都不可以直接和家人说 而是要间接和媒体说 或者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说 经常说不想因为自己在做的事 而影响家人 但事实就是一次又一次 消费着他们的家人 来获取政治上的同情 做父母、家人的 那就一定说支持不介意被拖累 只是罗冠聪 不计他自己本书 讲了对家人的愧疚 我印象中 2023年他接受BBC访问的时候 和今年接受德国之星的访问 当中他就有提及过家人 既然都割了席 为什么又要再选公开讲呢 不妨再去看一看 另一位的通缉犯 许智峰 说起收工屋这件事的时候 左一句政治考虑 右一句株连家人 潜台词 不通就只是 挂着所谓政治犯家人的牌头 所有东西都只可以动不得 黄圈就是要和家人割席的孤独圈 黄黑的一句sorry 足以满足的就是他们的crazyness 又或者这样说 他们欠家人的 怎么只是说一下 挟救sorry就没事发生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对这帮人不应该是同情 而应该是一个警惕 大家要记住 所谓政治犯可以有多少个 外国又可以包庇得多少个呢 就好像欧盟 将会就旅客免签证 入境推出新措施 即是去欧洲国家 好像法国、德国等 除了现在免签证之外 亦都要预先申请电子旅游许可 当中涉及美国、英国、台湾、香港等的旅客 连拿着BNO都不例外 本来这项政策原定在今年实施 但就推迟去到明年的年中才实行 当中就是要申报个人资料 包括犯罪记录 意味申请人有可能是不获批入境 当你犯了法 而又未够价值成为政治犯的时候 又有谁会同情你、可怜你 现在连去欧洲都可能不能去了 等你们还以为做通缉犯那么威 说完黄黑自私 又说北约有几霸道 俄乌战争在2022年2月开打以来 已经超过两年时间了 仍然是处于胶着的状态 从战方上来看 近来更加像是俄罗斯占上风 见到这种情况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又开始一贯的无賴去找人赖 斯托尔·腾贝格接受BBC访问时 批评中国向俄罗斯分享了很多技术 好像微电子技术对俄罗斯制造导弹 和用来对付乌克兰的武器很重要 他甚至靠吓中国 说如果中国不改变行为 就应该考虑要令到中国 承受某种经济代价了 先不要说中国多次 说了不会向交战方提供武器 北约身为一个军事联盟 竟然可以提出经济制裁 完完全全这样踩过世界 但是这一点都已经够离谱 因为如果北约这样做都没问题 其他组织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就真是他一个人玩了 更何况是北约本来 只是如果有成员国受到武装攻击的时候 其他成员国才会施以援手 应该是一个被动的政策 但现在就主动搬出制裁 所以与其说北约是防卫组织 不如就说它是一个侵略组织 就更加贴切了 而且说到战争 不知北约又是怎样看待以色列 对加沙的进攻呢 更重要的就是 美国不断向以军提供武器 架劫了加沙人民的苦难 如果斯托尔·腾贝甲真的要说制裁 不妨把矛头都指向美国 这样才可以显示你北约大公无私 还是现在还跟全世界说 以色列只是防卫而不是侵略呢 所以正如我们昨日节目所说 中国的战狼姿态 从来都是面对着一帮国际无奈的时候 才要摆出来的 不如这样问吧 这几年究竟是谁挑起事端 还有谁看不到呢 好了 今天的今日焦点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